中大2016年電子工程學系 我是中大2016年電子工程學系 本科畢業生Laura 在這四年的大學生活中 我很開心有一個全面的發展 除了平時的上莊 兼職和宿舍生活 我在學業上都獲益良多 這裡的教授和導師 都對教學很有熱誠 尤其是對著我這些凡事好奇 有喜歡發問的人 他們都會很熱心解答我的問題 在學系和教授的幫助之下 我很開心可以參與到這裡的研究工作 以及繼續進修 中大電子工程學系的科研設備 很完善和先進 令到我無論在學習或做研究 都能夠更加得心應手 其實做研究可以很簡單 亦都可以很困難 最大的問題就是 你怎樣可以想到創新的方法 為大家帶來新的方向 和在現實世界上實踐出來 在我做研究做到 真的差點想放棄的時候 學系和我的教授 都給了我很大的支持 他們很知道何時應該給支持我 何時應該給我 我自己去學去轉演 而我自己也都學會了 怎樣放鬆自己去走更遠的路 我當初選讀中大電子工程的主要原因 是因為這裡歷史悠久 而且課程是理論和實踐並重 有很多落手練習和外出實習的機會 在第一年的時候 我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參觀 早點知道將來的興趣 和實踐自己的目標 而我亦都有機會去到不同的公司實習 和做研究 中大電子工程的畢業生 很多都可以入到他們心儀的公司工作 或者創立自己的事業 有些也會選擇繼續進修 希望將來可以到世界各地 尋找自己的研究興趣 或者從事相關的教育工作 每當我回來中大 見到一些同學 就會覺得讀書真的好 因為在這裡 大家有寶貴的四年時間 去創造一切可能 那我在這裡 希望各位師弟妹 入到中大工程的時候 真的記得記得要參加多些活動 不要害羞 例如工程比賽 交流計劃 以及去不同的公司 或者不同的國家去實習 因為世界是很大的 當你看到這個世界多些的時候 你的想法自然就會多了 視野亦會闊了很多 現在我們有這個相關 vice versa 明日軒 我們 Brown 會合作推薦